那么首先他强调什么呢 就是个别和一般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 也就是说他说的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 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 任何个别都是一般 这就是说个别它是具体的 任何个别都是具体的 是一种特殊是事物的一种偶然性的存在 那么一般呢是抽象是事物的必然的存在 是必然存在 抽象的东西 抽象的东西啊 它只能什么 通过具体的东西而存在 有没有一个脱离了这样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一般呢 它是没有的 所以这样一个意义上就是说 任何一般都只能通过具体而存在 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必然性的 它也只能通过偶然性而存在 而具体的东西呢 也必然具有一般的性质 如果这个一般 个别的东西不具有一般 个别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是吧 能和能之所以都称之为能 是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 他们都有一般 他都为能这样一个属性 而具体呢 但是这个人也没有一个抽象的 他都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具体能的表现的 所以列宁在这儿讲的 这个偶然 就是说讲的这个 个别和一般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 就是个别只能 这个一般呢 只能在个别中存在 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 而任何个别就是一般 就是讲的 一般是个别的一个本质的属性 任何个别它要成为一个类 成为一个类 它必须会具有一般 它必须要具有一般 而一般作为一种抽象 它只能存在于这个个别当中 这是它的第一层含义 第二层含义呢 它强调个别和一般是相对立的 就是他们既是统一的 是相互依赖的 同时它也是相对立的 他就说 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 或一方面或本质 任何一般只能大致的 包括个别事物 任何个别都不可能完全包含一般 这就是说什么 个别除了有一般的属性以外 它必须还有个别的 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征 就是说你不能啊 仅仅都是一般 如果都是一般 它就没有个性了 就没有特性了 所以每个个性的存在 它除了一般以外 它还有个别 这样的个别和一般里面 就发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 发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 而一般里面虽然呢 它存在于个别当中 但是它不能完全的包含个别 就是它一定什么 作为这个特殊的东西 一般是不能够进入的 它是包含不了的 所以它只是大致的 这个存在于 这个和一般相联系 而不能啊 完全的包含在这个 个别当中 它不能和个别相等同 那么这就是 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对立 所以个别虽然包含一般 却不能等于一般 而一般也只能大致的 包含个别 这就和这个偶然和必然的关系一样的 所以它们之间呢 也不能如果你要说 个别和一般完全等同了 都是一般的话就没有差别了 就没有差别了 那么既然是有差别的话 那么它就一定包含着什么 和一般不同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它每一个事物啊 都必然具有自己个性的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它们之间在这个基础上呢 它是对立的 第三个呢 它强调个别和一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就说既然一般是具体的偶然的事物当中的一般 既然必然性是同类事物的共同性 决定事物的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的东西 所以个别就可以通过一般和其他的个别相联系 就可以转化为另外一种个别 这就是列宁所说的 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和另外一个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 那么也就是讲个别啊 这个个别可以转化为另外一个个别 因为它们之间有 它们当中因为有一种一般给它贯通了 所以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相互转化的 那么这样一个对一般和个别的说明 就是列宁啊 对这个也是列宁对这个抽象啊 为什么它是抽象啊 你能从你那个抽象如果包含着这个个别和一般 你是不是可以从一个范畴转化为另外一个范畴 因为你包含着一般你可以转化 但是呢每一个范畴之间又是有区别的 又是有区别的 又不能完全等同 如果完全等同也不用转化了 所以一个范畴到另外一个范畴的这样一个转化 一个事物到他事物的转化都是包含着个别和一般 那么在这个抽象点上 抽象点上一个叙述点上呢 它也必须是个别和一般的这样一个统一 那么这样一个它用这样一个范畴呢 也就是说是辩证法的最一个最基本的范畴 就可以分析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分析和综合 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内在矛盾 也可以也就把这个对立统一规律啊 作为辩证法的一个核心 它实际上讲的个别和一般 就是辩证法的对立和统一规律里面的一个 一个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了解这个列宁的说的这个 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 是了解整个列宁辩证法思想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看得很抽象 但是呢实际上它涉及了它对整 对列宁的整个辩证法思想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基本的理解 那么在这个呢 它的第三个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呢 就提出了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 它把这样一个对立统一 就是说在辩证法的规律和这个范畴当中 列宁是明确的把对立统一规律放在第一位 放在第一位 呃强调了 他说这个辩证 这个他在这个谈谈辩证法问题里面 专门提到 就是说统一无知分为两个部分 以及对它的矛盾则的部分的认识 是辩证法的实质 呃也就说它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 是它的基本的特点和特征之一 甚至可以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和特征 呃列宁呢 把这三个原则啊 把这一个是考察的客观性 一个呢是说明这个抽象和具体 特别强调个别和一般 第三个是对立统一规律 是辩证法的核心 把这三个作为这个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核心思想 贯穿它所提出的16条要素里面的每一条当中 就揭示了它的这个16个要素之间的一个内在联系 这样形成了它的这样一个辩证法体系 我们说它的这个16个16要素啊 辩证法的16要素 也就是它建立这个辩证法体系的 最主要的一些范畴和这个思想 然后它是第一个是考察的客观性 第二个是事物的多样性 第三个是发展和运动 第四个呢是事物的内在矛盾 对立面的统一的总和与统一和斗争 这个这是第五个 一个是第四个是矛盾中的 事物中的内在矛盾倾向 第五个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第六个的这些统一的斗争 第七个就是分析和综合 再一个呢就是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多样性 普遍性 再一个呢就是直变量变 然后新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有这样一些16个从量变到直变 这个否定之否定因果关系 就是说提出的这样一些规律 也就是它所提出的这样一些规律 和范畴已经分析方法 那么所有的呢都是这三个原则的 三个这个思想的一个展开 思想的展开 所以这三个原则呢可以可以看出是 聂林呢构造它的这个辩证法 体系的这样一个关节点 关节点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它强调了实践和认识论的关系 在实践和认识论的关系里面 就是说它特别强调啊 实践的现实性品格 实践具有现实性的品格 它认为实践和这个理论呢 都具有普遍性 都具有普遍性 但是理论的普遍 理论所具有 具有普遍性 却不具有 这个现实性的品格 而实践呢除了具有普遍性以外 它还具有现实性的品格 这个现实性的品格呢 就是能够把人的要求转变为现实 这就是主观建置于客观 就是我能啊 可以把我的主观的 这样一个意志思想观念的东西 转化为现实 这就是实践的现实性的品格 现实性品格 那么在这个 这是它的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就强调啊 在实践方面呢 专门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必要环节 这一个讲的是什么 强调实践的认识的意义 强调实践的认识的意义 所以它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实践和认识关系 对实践的研究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 为什么会把这个实践 放到认识的里面去进行解释 因为它认为 实践的认识的意义 对于理解实践和整个哲学来说 是最为重要的 最为重要的 这一个体系是什么呢 和这个体系相联系的 我们现在讨论说 实践是一个本体 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突破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 这样一个 就是唯物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理论体系 但是列宁的这个 辩证法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 在这个辩证法的理论体系 就是说它所建立的 这样一个哲学体系啊 是一个 就是以一个辩证法为核心的 这样一个体系 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 它要强调这个辩证法 和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性 就是说这个辩证法的 整个的核心 它的主导线索是什么 是它既然是逻辑的 是不是对 不是一个现实的 而是对一个规律的 是一个理论的 这样一个辩证法的认识 那么它必然有 它的逻辑线索 那么这样一个逻辑线索是什么 它离不开人的认识 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认识认 没有认识认 就是说离开了这样一个 认识认的这样一个抽象 它不能形成一种理论的体系 不能形成理论体系 所以在这个强调实践的时候 实践对于解决 就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者 这样一个基石的 这样一个概念 一个基石概念 那么它在辩证法当中 地位呢 一定要通过认识认 而得到一种认证 而得到一种认证 只有和认证相结合 那么它才是 作为能够解答辩证法的问题 使它成为一个现实 就是辩证法 走向一个现实 这就是认识的一个环节 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这个辩证法 就是讲实践的认识意义的时候 就是说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认识认 强调这个认识的核心呢 实际上就是讲的实践的认识认 实践认识认 是从何而来的 就是因为它是和建构 这个辩证法的理论体系相联系的 而且呢 它的原则呢 就是列宁所提出的辩证法逻辑 和认识三者的一致 三者是同一的 就是和这样一个思想是一致的 这个思想呢 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 西方马斯在批判这个思想的时候 强调 就是说实践是什么 实践它应该是 能得这样一个意志的活动 认识和意志的活动 把这个意志把它加进去了 而不是把它单纯的和这个认识相联系 那么这样一个呢 是和他们对这个 就是哲学本体认的这样一个建构 对意志问题的一个研究啊 它是相联系 而列宁在这儿 他所强调的这个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呢 是和认识相联系的 所以它的这个支撑点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 不管是认述一个范畴 或者批判它 批判它的时候 要看到它的这样一个范畴 所建立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在它整个体系当中 在有什么地位 它为什么要这样说 就是和它的这个 建立辩证法的这样一个体系的 基本原则啊 它是一致的 它是一致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它认述了辩证法和哲学史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最重要的 这个方面 那么在这一个方面当中呢 列宁的思想啊 有三个 主要有三个啊 一个呢 就是关于哲学史的叙述方法 就是说这个辩证法啊 究竟应该怎么去叙述 究竟怎么去叙述 在这个里面呢 列宁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观点 一个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就是你辩证法的叙述 它是以抽象为起点的 要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第二个呢 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呢 应该是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统一 也就是说你逻辑的方法呢 它是体现了认识的一般 体现了认识的一般 就是你在这个整个的人类的认识史上 哪一些这个哲学史上 它的最一般的规律是什么 它的内在的联系是什么 所以这是体现认识一般的 而历史的方法呢 体现了人的认识在不同阶段上的 具体的特殊的这样一个形式 具体的这样一个表现形式 列宁认为了这样一个历史东西和 逻辑的东西统一了 也就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 个别和一般的统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作为这个个别和一般的统一 这样一个思想是对这个抽象到具体方法的一个 就是本质的一个神识 什么叫如果我们仅仅讲抽象到具体 这个你还不能使你的这样一个抽象啊 具有丰富的内容 它的丰富内容还是不清晰的 但是你一旦理解了个别和一般的统一 你就知道它所讲的这个抽象和具体是什么 从抽象到具体不是违背这个历史的东西 而刚好是以什么历史的东西为前提的 所以它所代表什么 从抽象到具体讲的是和这个历史的东西 和逻辑的东西的一致性 这个观点呢它是一致的 是内在的包含了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一致性 这是一个散发这个哲学史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在讲这个哲学史的时候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写这个书 都要贯穿这个原则 就是逻辑东西和历史东西的这样一个统一 当然这个逻辑的东西 它也是筛显这个历史东西的一个根据 就是当我把这个思想史我研究出来了以后 我发现哪些东西是重要的 哪些东西是不重要的 那么它就会根据逻辑东西 对历史东西进行筛显 那么你只有经过筛显以后 你这样一个逻辑的东西 逻辑的主线才能够呈现出来 才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研究这个逻辑东西和历史东西的一致性 虽然逻辑东西要符合历史东西 但是逻辑东西不能等同于历史东西 它不是对历史的东西 每一个细节的一一叙述 任何一部著作 一部思想 哲学史的著作 都不可能把每一个事件都叙述出来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个是写不完的 所以它一定是抓它的这个主线 抓它主线 它所运用的材料 都是用于说明这样一个主线的 所以说明这样一个主线的 所以这两个观点呢 就构成了列宁的哲学史的叙述方法的一个原则 第二个思想呢 就是列宁关于哲学发展的圆圈的思想 就是说列宁认为啊 他说能的认识不是直线 而是无限尽属于一串 圆圈尽属于螺旋的曲线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什么 思想史是一个 根据它的内在统一 对立统一规律 而形成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 这样一个过程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所以根据这样一个否定 列宁就把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呢 就当就作为一个圆圈 就把它形容为一个圆圈的思想 那么根据这个思想 它把整个的哲学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 第一个呢是古代哲学 它说第一个时期啊是古代哲学 第二个时期呢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 它说第三个时期呢就是近代哲学 近代哲学 它说在这样一个大的圆圈当中 那么我们说列宁的这个思想 主要是以这个认识史 认识认和这个辩证法 来叙述这样一个哲学史 所以它也就是把这三个时期啊 乱到辩证法来叙述 那么这一个时期呢 它说是朴素唯物主义 朴素辩证法 和辩证法相对的呢 是什么呢 是形而上学 所以文艺复兴也就是近代哲学啊 它是形而上学 那么它说的这个近代哲学 实际上就是现代哲学了 它就是什么呢 到了一个辩证 它说到了一个现代辩证法 它说这个第三个啊 也就是说是现代辩证法 它说这样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 整个大的人类思想史上是什么 从一个辩证法到形而上学 是对辩证法的否定 那么现在辩证法 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 所以它形成了一个 否定之否定的关系 就是以辩证法为线索啊 形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关系 它说在这个大的圆圈当中呢 呃存在着很多小的圆圈 这个大的圆圈的每一个当中啊 存在着很多小的圆圈 那么这样一个小的圆圈呢 反映了哲学发展的一个具体道路 具体道路 那么它说马克思哲学呢 就是近代哲学的一个最高成就 那么这个成就呢 它的起点是什么呢 它说是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哲学 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 它说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一个经历了一个黑格尔的辩证法 然后呢到贝尔巴哈 它说这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黑格尔的辩证法呢 是唯心主义辩证法 费尔巴哈呢 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 然后呢马克思的辩证法呢 是呃这个在唯物主义和形而上 呃就是呃把这个辩证法和这个呃 唯物主义呢把它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所以呢他认为啊 在这个小的圆圈里面呢 它也是一个啊 也是一个呃 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这个费尔巴哈 然后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发展过程 在这样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方法的时候啊 他就提出来 他说在做逻辑叙述的时候啊 他不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叙述为续 是不是一定要以这个年代为续 他说有时候因为这个逻辑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是不一样的 逻辑的进程它表现为一种偶然性 偶然性 所以这个偶然性的东西里面呢 他说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 出现一些偏差 所以他说比方说 呃在哲学史上 和拉克尼特的辩证法 它是什么 是在德摩克尼特之前 在德摩克尼特之前 但是作为辩证法这种形态呢 它又是高于这个德摩克尼特 高于德摩克尼特的 所以他看到这样一个迅速呢 他说是不是可以把德摩克尼特 就是先叙述这个德摩克尼特的思想 然后到百拉图 然后再叙述这个 和拉克尼特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就把和拉克尼特的辩证法呢 看作是高于这个德摩克尼特的和百拉图的 而文艺复兴时代呢 因为他讲的这个黑格尔 哲学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那么近代还有一个什么 经过和尔巴河到黑格尔 那么在黑格尔之前呢 他就写了什么 本来这个巴克莱 休默和康德 应该是在黑格尔之前的 是在黑格尔之前的 但是他认为了 就是说在这个讲 他就说和尔巴河 就是和尔巴河的思想啊 他就把黑格尔看作什么 他是经过了 这个巴克莱 休默和康德这一条线 和尔巴河是18世纪的维吾主义 那么18世纪的维吾主义肯定是 比这个巴克莱 休默要晚 比巴克莱和休默的 这个17世纪的哲学要晚 但是他就说呢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 巴克莱休默和康德 放到黑格尔的 这样一个环节里面 而不放到 和尔巴河的 这样一个之前来叙述 所以这也是一种 这个思想史的一个探索 思想史的一个探索 那么从这样一个 他所这个叙述的 这样一个 呃 圆圈思想 这个哲学史的 这样一个草图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哲学史观的 几个特点 一个呢 就是说在内容上 他是以这个人类的 认识史思想史 为主题来研究 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的 就是他是以这个 认识史和思想史为主题 第二个呢 在方法上呢 他是主张圆圈的方法 也就是辩证的 否定方法 呃 主张的是一种 辩证否定方法 这是他的这个特点啊 他的第二个 就是他的 哲学史发展的 圆圈思想 哲学史发展的 圆圈思想